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从这个手向可以看出 这个人一生运势不是非常好 首先从掌纹当中布满的皱纹 这个代表自己一生的运势是比较曲折的 很容易伤财 而且手指的分布也是不均匀 这个手指头 拇指的指头非常的肥大 在手掌的根部又比较细 这种人往往是非常古板 做事不容易变通 所以说常常是打工的命 而且体力劳动者居多 我们看天文跟人文相接形成一条线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段掌 但是有一条线横插一角切断了这条线 使之成为假段掌 对于女人来讲假段掌要比真段掌好 说明你既有段掌门的失业运 又没有段掌女人的强势和苦命 形成一种忘夫的格局 假段掌 手型非常漂亮 食指尖尖有福可享 龙虎相配运势不错 钱女士 这是庆权的一位女士 整体手相跟常人是不同 是属于大富大贵的一种手相 首先感情线的位置 比一般的人都要稍微的低一些 整体感情线又清晰伸长延伸至 食指中指才结束 没有其他的纹路干扰代表今生 姻缘稳定非常幸福 这个女人的婚姻对女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作用是大于男性的 智慧线我们看比较稳断 说明学业不成年轻的时候 学习成绩一般 事业显晰伸长 说明事业运势不错 比较稳定 我们来看这个 看完这个几种手相 那么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